今天继续来玩都市天际线 那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农业区这边跟仓库 还有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我目前规划都是没有打算要用进口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模组是有开启 石油是无限制的 还有农业也是无限制的 包括未来的矿产、林业都是无限制的 所以我的规划都是自产自销 所以我进口全部把它关掉 仓库的部分我全部都会用平衡的 没有到一半的话就填 然后超过一半就出口 然后这边的料就会送到仓库 然后仓库就会依所需去做一个分配 果园广场这边是石油专精的工业区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模组 物料的部分因为这边是原料 所以我们进口的部分把它仅限于本区化 然后本区化这边我们给它用石油工业区